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聽上牙實況 我是上牙 那我們上一話把葵的篇章給看完了 所以我們這一次就來看聖 就是葵的哥哥 沒有血緣關係的哥哥 那 因為上一話葵 葵離家出走的時候 聖其實有追上去並且有發現他 但是 隨後就被我們的葵給跑走了 那我現在還是蠻想知道說 那個時候聖是什麼樣的心情 所以我們就從聖的這一篇來看吧 點進去 12月22日 做了一個夢 又是那個夢 臭臭答答的 哭泣的妹妹 自己 妹妹在拼命的向我道歉 但是我卻無法原諒她 那樣的夢 我先存個檔好了 剛剛都還沒存檔 OK 醒過來了 那還是小時候的事情 在爸爸和媽媽還沒有離婚的時候 我有一個很珍貴的飛機塑料模型 這屬於最喜歡惡作劇時期的妹妹 隨時便便地把它拿出來玩 弄壞了鯨魚的部分 還是孩子的我 無法原諒她 然後就這樣無法原諒她 喔 就這樣無法原諒你 爸爸和媽媽離婚了 然後現在在這個家 和新的爸爸和弟弟奎一起生活 妹妹現在怎麼樣了呢 一直很在意 趁著還做的夢 我或許真的非常介意吧 喔 所以就是 葵 喔不是葵 趁在她 跟她媽媽 她原本的媽媽跟爸爸離婚之前 她有一個妹妹 然後那個妹妹 就是 就在那個時候跟她吵架了 結果兩人就留下了戒地 就這樣在無法和解的情況下 就完全分開了 那那個 她妹妹應該後來是跟著爸爸走吧 在爸爸 喔爸爸死去之後 妹妹似乎在各方面變得很困難 這是最近才知道的 她和被請求照顧的親戚家裡的孩子 相處不太好 大概 去從陽台被推下去吧 這已經不是相處不太好了吧 這是謀殺欸 天啊 所以 如果我跟爸爸走的話 或許妹妹能生活得很幸福 或許我弄錯了選擇 取出桌子抽屜裡的信 這是在不久之前 現在和妹妹居住的父系的祖母送過來的信 在淺藍色的信中 用漂亮的字如此寫著 謠喊妹妹見面嗎?等等 妹妹一定會感到很高興的 下次要不要來玩 如此寫著 裡面也放進了妹妹的照片 背面上寫著地址 意外的很近 走不了多久就能到 但是 我有和妹妹見面的資格嗎? 在妹妹痛苦的時候 自己卻在這個家裡舒適的享受著幸福 我沒有臉和她面對 妹妹 有沒有在恨我呢? 恩 我總有一個預感 聖的妹妹 該不會就是緣吧 馬侯修酒嗎? 等一下仔細看一下聖的長相 搞不好真的會很像 是不是連劍也沒有見到我的臉呢? 我如此想著 結果一直沒能去 而且 雖然照片放進了相框 放在了桌子上面 但是其實 那個相框 不知道遺失到哪去 不管怎樣 都已經不能再見面了 不可能了 我覺得聖跟葵都有一種 就是自己的一個 自我要求吧 就像葵覺得他一定要有考到那個 足夠的資格 才能跟家人平起平坐一樣 我覺得他們都對自己內心有一個 該說是執著還是堅持 就是 啊 葵 早上好 仔細一看他跟 聖跟葵 不是 我又可能講錯 仔細一看聖跟圓一樣都是金髮欸 那搞不好圓真的是 就是聖一直在講的那個妹妹 早上好 從二樓走下來 來到客廳的時候 弟弟葵已經起來了 葵是媽媽再婚的對象 總之 這是現在的爸爸帶來的孩子 他是初中三年 我是高中二年 年齡相差兩歲 因為歲數相差並沒有那麼大 所以再婚之後 關係立刻熱入了情 和葵一小時 小時候的朋友一般的感覺 經常在一起玩 但是 最近幾乎都沒有在一起說過話了 那也是沒辦法聊 他現在硬考生 學習很忙 一定是非常緊張的時期吧 我想 我也很清楚 所以我便用溫暖的眼光默默地注視著他 這是身為家人的默然的語氣 因為不管怎麼說 他考的可是那個名門大功德高中啊 雖然不明白為什麼突然要考那麼好的高中 但是葵很努力 他的努力不僅是我 連父母也是很欣賞的 也既是因為在學校忙考試的事情很累了 所以 至少為了讓家裡保持平靜 我什麼都沒說得兩人開始的交談 就算是沒有血與關係也好 我可以挺緊胸膛地說 這是一個美好的家庭 所以 我越發感覺對不起你們 妹妹 我吃飽了 好 葵離開了家門 現在不是發呆的時候 因為自己吃得很慢 所以必須得快點 葵君 似乎有些想不開呢 這個世界 大家都是這樣的 想讓他稍微再放鬆一下 啊 那麼寒假去旅行吧 媽媽 都已經快要考試了 這時候會有些 啊 這也是啊 好 那麼葵考完之後一起出國吧 這個主意不錯呢 真的 啊 一起去夏威夷班 哇哈哈哈哈 哈娃伊 討厭 那麼我要去上安達魯西學舞動 什麼 安達魯西舞學習班啊 什麼東西啊 雖然不知道為什麼媽媽要去上安達魯西舞學習班 但是好期待喔 一定是一個快樂的旅行吧 喔 其實看到這邊就可以 我想應該各位 大家看的 讀者們 不是讀者 各位觀眾們 應該也可以感覺到 其實 其實這個家並沒有像葵那麼的 葵想像中那麼的介懷 介懷他有沒有才能這件事情 恩 感覺他們的家人之所以也沒有對葵多講什麼 也只是 才幾場說要體貼他硬考生吧 那麼聖爺趕快去學校吧 啊 咳 看著時鐘 時間是七點半 如果再不出門的話就要遲到了 只是 附近有個叫做霞的青梅竹馬人 我和他從小學到初中高中一直在一起 而且總是每天來家裡一間一起上學來著 但是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 是最近吧 最近沒有一起上過學 霞開始一個人獨自去上學 為什麼呢 是我做了什麼 對不起他的事情嗎 在學校視線相交的時候 你會立刻移開 大話又會立刻跑掉 因為擔心之前親自去霞來家裡迎接的時候 差點被家裡的警衛伯伯帶走 結果沒有和霞說上話 話說回來 我一開始和霞和妹妹重合在一起 喔 我一開始將霞和妹妹重合在一起 在離婚過去的一段時間 媽媽再婚的時候 搬到了這個家裡 看新的爸爸見面 那個魁 沒有一開始時候的不容洽 但是比起那個 我怎麼樣也無法原諒忘記了爸爸而再婚的母親 所以我逃走了 在附近的公園打發時間的時候 看見了一個因為被三個人左右的男孩子 搶走的書而哭泣的女孩子 她就是霞 她和妹妹不一樣 不能去抵抗男孩子搶的書本 只能在原地哭泣 那個時候 我把書搶了回來 自那以後便經常和霞在一起玩 雖然性格和外表完全不一樣 但是總感覺把她和妹妹重疊在一起 上的是通一個小學 霞 或許是想要掩飾吧 經常被男孩子欺負 每一次都是我出手相助的 或許救助她 一度回來說 就像對妹妹的俗子一般 我已經無法再幫助她了 嘛 雖然有種妹妹也不需要幫助的感覺 霞是一個好孩子 很講禮貌 和她在一起我感覺很快樂 所以最近沒有說上話稍會有些傷心 但是 或許也是因為我們也不是那個歲數了 在中學的時候 我曾經因為在一起而被狠狠地嘲諷過 或許到了兩人應該分到揚鑣的時候了吧 或許 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噢 有的時候到了某一個年紀之後 就沒有辦法像小時候那樣的良小五彩 男生和女生如果太要好的話 一定會被同學說是 男生女生修修臉手牽手 是男女朋友之類的話 唉 這讓我想 這讓我想到我跟我表弟好像是這樣子 這隨著年紀增長之後就不太會 就沒有像小時候那麼要好 總是回房間裡再等一會兒瞎看看吧 從房間的窗戶能夠將家門口的附近看得很清楚 如果瞎來的話一定會立刻看見的 嘿 這 這是什麼啊 紅豆 擦了擦眼睛 我剛剛沒有看清楚 我剛剛第一眼看得很像紅豆麵包一樣 我腦中立刻閃出紅豆麵包這個字 剛才似乎有種家裡的外面有人的感覺 是感覺嗎 我似乎見過剛才那個人 在哪裡 因為在意人來到了家門外邊 果然還是沒有人 是嗎 果然還是看錯了 又見面了 少年 後面的聲音讓我回過頭 紅豆麵包 還記得切身嗎 是哪 在以前迷路的時候切身幫助過如 蛤 以前 沒錯 以前 夏天 暑假 小學生的時候 在神社裡和同學玩桌迷藏 因為蛤說 它知道有一個絕對不會被找到的地方 所以我跟著去了 然後在神社的後山迷路了 那個時候確實 是個明明是晴天 卻在下著雨的奇怪的天氣 蛤哭成了一團 我也因為剛才 剛剛才搬來 所以完全對地形不熟悉 仰兒一邊牽著手一邊走著 竟然敢闯入这样的地方呢 突然响起了声音 这里不是人能够踏足的地方 快点回自己的家去吧孩子 但是不知道路在哪里 什么 这是令人操心的孩子 好吧 妾身带卤等回去 啊谢谢你 那个大姐姐是谁 名字呢 吼在询问妾身的名字吗 既然如此的话 妾身名为 名为 名为什么 恒小姐 没错 妾身是恒 不是红豆面包吗 糟了我脑子一直在闪 红豆面包红豆面包红豆面包 是迷路的时候带我们回家的 那个大姐姐 在那之后去了好多次神社 但再也没有和那个人见过面 只是稍微有些令人在意的事 陈小姐的容貌和七年前完全一样 没有任何变化 好久没见了呢 神 但是为什么会在这里 我在说什么呢 妾身一直就在附近啊 好 没关系了 今天来是为了实现和乳的约定的 约定 什么啊 不记得了吗 那在迷路的乳回家的时候 定下了约定吧 以乳接受气势的条件为代价 实现乳的任何一个愿望 那个 想不起来的话也好 约定的七年岁月终于过去了 你的愿望是什么呢 约定 一切 接受条件 明明狠小姐相遇的事情记得你均催 为什么那个约定无法想起来呢 确实在分别的时候 有过说了什么话的记忆 虽然你的心意我很高兴 但是我没有什么愿望呢 不是这样的吧 妾身归在漫长的日时间里 附身在乳的影子上 这是因为内心不满足而发生的事情呢 就算乳没有自觉也好 强烈的愿望 也是有的哦 妈 没有着急的必要 慢慢的想吧 是以听觉为代价的愿望哦 慎重的考虑吧 那是什么意思 啊 等等 我追赶着很小姐 在转弯的转角 已经不在了 以 以听觉 以听觉为代价 我有着愿望 如果有的话 大概是关于妹妹吧 虽然不可能实现 但是我想要再一次回到那个时候 原谅抽契不止的妹妹 以听觉为代价 不是什么小事吧 它会聋耶 结果虽然尽最大的程度的等待着霞 但是果然今天也没有遇见 霞是毫不厌烦地说着各式各样话题的第二天派 没有她的日常也失去了色彩 想要一直在一起啊 在身边是理所当然的 因为她就是这样的 无论何时总是在身边的存在 所以 今天安静得好为妙 学校里变得宁静了起来 吓 吓了一跳 突然肩膀被拉了一下 我回过头 眼前的似乎是很生气的老师脸 哎 老师 早上好 不是早上好吧 从刚开始就一直在叫你啊 吓 无法听清老师的声音 吓 一 已经浓了吗 可是 可是 圣不是还没有说她的愿望吗 不会吧 所以这就是 圣 为什么葵会回家的时候 看到圣跟妈妈很着急的样子 所以那个时候的圣是真的出事情了 那个 您在说什么 所以呀 就是直至 哎 西元寺 打起精神来啊 那个 您说什么 听得不是很清楚 什么 声音听不清楚 而且自己说话的声音 也和平时不一样 我因为不明白老师在说什么而困惑着 似乎注意到了我的情况 老师的脸色变了 又不知道在说些什么 西元寺 你有哪里不对劲吗 啊 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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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室 老师拉着我的手腕 然后就这样被带到了保健室 在这之后进行了各式各样的检查 我的耳朵似乎有什么异常 据说要立刻早退去医院接受检查 虽然正确来说 是接到了写着这些话的字 总之 我从学校回去了 就算如此 为什么 我不喜欢听音乐啊 也没有开什么挂耳环的穿孔 虽然不明白这两只有什么关系 总之 完全摸不着头脑 似乎回来了 哼 你拔了听力 怎么了 吓了一跳 在回家的路上又遇见了恒小姐 为什么恒小姐的声音能听得那么清楚呢 而且 这股善在头脑中回响的声音是什么 回来得很早嘛 那个 妈 不用那么惊讶 妾身是乳的影子 像这样想着 呼叫的话就能说话了 你在说什么 就是不用说出口 也能说话 呃 那个 不要紧的 这样一来就能够传达意思咯 这样的话 就能毫无困难的和妾身说话了吧 但是不要忘记要视线相交哦 那么 早上鲁说鲁没有记住 那么妾身再说一次咯 鲁想起七年前 和妾身定下的约定吗 不 那个 总感觉还记着 但是 鲁在七年前 说过有一个愿望 妾身说过 如果能够接受妾身的条件 拿乳的听觉来交换的话 就能够实现乳的愿望了 乳说了 想要实现愿望 所以妾身 说了七年后实现乳的愿望 听觉 没错 乳开始失去听觉 是因为妾身的约定的关系 像是妾身子等妖怪 又或者灵体 能够附身在人和物体身上 而有共有感觉 这么一来的话 就很难再分开了 乳似乎没有注意到 这七年间 我的听觉 正在一点一点的被躲走 一直和我在一起 稍微有些不对 妾身以乳的影子为住所 但并不是整天都待在那里 应该说是作为入口之一而使用吧 但是一直联系着 是确实的 阿尼奇 阿尼奇你的表情 好可爱 大哥的表情整个放空了 他那个表情好可爱 妈 切身会说明清楚的 不管怎样 是妖怪和灵体这种不稳定的东西 虽然凭借附身而一点点夺走感觉 但很稳定 一般来说 取的都是最容易取走的六感 切身夺走的是听觉 虽然七年如此短暂的岁月 是几乎无法完全夺走的 但是尽管如此 比起其他人要差吧 是已经完全当机了 确实 说起来我比起一般人更难听到的东西 但是因为几乎没有妨碍到日常 所以没有注意到 感觉也有容易夺走 还不容易夺走的东西 人因为平时不使用六感 所以很容易夺走 但是五感反过来难以夺走 但是切身本来就是近隙于 近似六感的东西 所以现在夺走也没有用 所以现在夺走也没有用 所以就夺走了听觉 还在当机 大哥整个当机 这种话题也无所谓了 这是话题很重要吧 只是呢 现在剩的听觉 比起之前要流失的更加严重吧 那是因为像现在 站立于人士与这边的世界之间的 模糊的位置上 立场变得不稳定了 鲁脱离的稳定 站立在如此的模糊的立场上 所以失去的感觉是 呃 所以失去感觉的速度是 平时的数十倍 大哥 总之切身因为 赌索了鲁的感觉 虽然鲁联系在一起 所以会待在这里很长的时间 不况你想好愿望的话 就不实现咯 怎么会 虽然什么都听不明白 但是 我明白了现在听觉的消失 但是很小姐的所作所为 而且那是为了七年前的约定 七年前 我到底做了什么约定 那么难得来一次久违的县市 想喝些茶之类的东西啊 说完 狠小姐卖出了布子 那个 去哪里 入我的家 帮我泡杯茶吧 说完 卖着新飘飘的布子 走向了我的家 我也追得上去 狠小姐 等等 记忆浮现在脑海 我在七年前 也像这样追赶在背后 嗯 七年前 不知道七年前 圣到底跟狠做了什么样的约定 那我们算一算 这话的时间也差不多了 我们先在这边 做一个结束 那我们下一次再继续看 圣跟狠 圣狠 再看圣狠之变 好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一次再见 拜拜